我覺得有些事肯定要別人做 一天我下海被飛鋒刺 我走了不准走 我走得這麼有意義的 將我的手勢擺起了 然後打開 這個其中一個點我撿過很多次 這六七年起碼和不同的環保團體 起碼撿過30次左右 但每次撿完之後 當風向和水流一改變又衝上來 大家看看 很多人知道在海邊的石壩裏面 很多垃圾 不同類的垃圾 上次我來的時候 甚至乎是有一隻死了的野豬 難道我是說那麼恐怖的 其實這個很少問題 對我來說因為我撿其他地方 總是看到一些東西的 今天我穿的衣服 其實穿的衣服很舊 有很多洞 為甚麼呢 我希望你也會更多些團隊 團隊的報道 因為這是政府的娛樂圈 多次這些岸邊 我最重要的是穿足強褲 這些差不多有3mm厚的 這很重要 撿的時候不知道 例如魚毛也好 有很多魚丘 如果要撿類似這樣的海岸線的清潔 最好是小心點 不要穿著蝦子吃 不要穿拖蝦子吃 最好是保護自己 因為我曾經見過 有磨滅義工 是因為戒親 爬上一層學級 就是這樣 因為最近多了很多熱心的事 尤其潛水員 到潛水員 到潛水機 都在這裡 很熱心 但是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因為我自己 曾經撿鬼魂 有很多人 嘗試過蝦二號 例如被鬼魔擊住了 但幸好我北京都打開了 有時候在潛水路 被一些叫做蛇籠 擊到 其實是不知讀書的 甚至乎 學校的經驗 可以反對的過剩 去發揮在哪裏 現在都開始有很多大機構 當你找工作的時候 一轉校 他們會看你這類型 有些機構 他們會穿上衝 環保權體 甚至是校性 是不給落可的 因為這個 能力問題 但我不管這些事情 因為我覺得 有些事情 肯定有人做 不可以反對我 所以我和太太 有一天我下海 被鬼魔擊住 走了 不准走 每人都可以走 我走得這麼有意義 把信息帶起來 就可以走 你看這個口罩 其實我出過很多次 在水底 水面都有 這個口罩 起碼在水底 很長時間 甚至乎 有些 給海洋生態 例如魚 那些 咬過下的 可想如此 這個口罩這麼久 如果真的有菌 的話 已經是在海水裏面 去到哪裏呢 就去了海洋生態裏面 例如吃的魚 蝦蟹 最後落到土裡 所以如果大家戴口罩 最好考慮一下 再用的口罩 另外就是優罩不要再丟 真正影響我們自己 我不是一個專家 因為很多事情是政府搞的了 但是我自小時候 50年代到現在 發覺香港 這麼多人沒有居住 就是因為地有限 那你環保船體 又不讓政府蓋 蓋房子有這麼多規定 你要看長遠的 人類怎樣破壞它 所以戴前後 會遲早調整一次 如果你不注意海洋 將來那一次來 你控制不了 但是你一定要用一個 例如 我一隻腳 我猜他坐了三秒 都可以放下 而我們人類在做什麼 就是一隻腳硬站 當你過了龍之後 你的人身是平衡 就出現問題 呼籲一下 就是各位市民 除了他們周末 架地 還有出去 游泳開的時候 儘量將他們的 垃圾 或者是 當馬頭的時候 就把上海馬頭的垃圾鄉 盡量搬到船上 如果不然 很多人都回到海裡 哈哈